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欠多少钱 原本贷息 四十七了 多少钱 我给汇报一下银行的事 银行不干 销售的房子抵押可以 但是不准卖了 而且必须有银行监管 另外 原来咱们公司的贷款额度也被下调了 因为那个施晓军告诉银行 他们和赵矮定的公司撤出了 太坏了 不是吗 行了 你回去吧 这个你空了 看一看 得 这课全白请了 谁会玩大了呀 要我说 咱们让出去两段 喂 喂 喂 徐大爷 行 别让他上了 谁呀 我二哥 得 我打听的事啊 全兑现了 是不是 不仅赔了饭馆的钱 还欠一屁股战 行 行 你们俩把我走 我走了 二哥 二哥 来 来 怎么了 好啊 好啊 欠多少钱啊 嗯 原本代息 四 四十七万 多少钱啊 四 你这利息多少钱啊 我 我没想能舍里头 我就假装我就过下手的事 最多用个十天 那 那我哪知道 包钢 卖我刚才那个 他是个骗子呀 你 你抱酒了吗 我肯定抱了呀 但是没用 人去楼供的 公司都没了 四十七万啊 那算了 那我自个儿是 自个儿扛呗 你扛得紧吗 你怎么扛的二哥 你等会儿 我可以帮你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条件 那你说呀 你说 从此以后不许再做生意了 我 我这都辞职了 那我不做生意 我干什么呀 我说的是贸易 那行 那我答应你 行了 你那 你约着还钱的人吗 怎么着 你还要亲自出面啊 我得叫会计跟你一块去呀 别去 那多没面啊 我 不是 二哥 这时候你就别考虑 这面子问题了行吗 还有这公司 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呀 二哥 那行 那行 那我回头给你打一会儿